阿伯我來了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歡迎來到亞洲最大 孤勇者研究團隊 沒有錯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天梯試煉20層的獎勵 那如果呢你是還沒有打到20層的玩家 可以在下方的完整資訊欄 找到飛蟲與這個雲殘天梯的新手攻略 然後去看一下要怎麼樣通關 可以輕鬆的爬到這個20層喔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美中獎勵是非常非常匪啊 大家呢可千萬千萬要看仔細了 OK首先呢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們的蛋糕了 蛋糕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可以爽 喔不是我說那個 不是啊因為我們要去培育這個比較好的寵物嘛 所以呢如果我們多培育幾次 就可以有更大的這個機會呢 去拿到我們想要的這個寵物 對所以呢這個對於剛開局來說呢 你寵物還沒有用好 那最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蛋糕了 蛋糕呢我們直接把它選好選滿 選了6個蛋糕 那蛋糕呢甚至啊 是比這個我們的蛋呢還要來的更加的重要 第二個呢就要來選我們的蛋糕了 那選這個蛋糕呢最主要啦 看有沒有好的詞綴啦 畢竟說如果你有了寵物可是你沒有好的詞綴 你就沒有辦法去跟人家交配了 所以呢我們選了這個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去跟人家交配 要有好的東西嘛 那至於說這個一個的金蛋呢 可以看個人有沒有這個需求了 那為什麼這個藍蛋選了金蛋不選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 阿伯現在還沒有很好的詞綴啦 那希望呢可以靠這個開蛋糕呢 去獲得到這個詞綴喔 那至於說有些人說這個數碼寶貝已經用了很好的寵物 還需要選這些蛋跟蛋糕嗎 一定要 畢竟說他寵物有可能會出更好的嘛 所以你還是必須把它選起來啊 而且我們之後呢還會發一個攻略 有這個全職業在這個一般的飛蟲當中呢 也都是有很猛的飛蟲 所以呢大家先選起來再說 好接下來我們選了九個東西 六個蛋糕跟三個蛋 接著呢 平民玩家我覺得還有必選的東西啊 就是我們的這個升級戒指的愛心 因為如果你沒有舉辦婚禮的話 你的戒指真的是非常的難生 那差不多呢可以選到50就OK了吧 好再來 這邊呢 15張的覺醒捲軸也是蠻肥的 然後這個五個齒輪 我覺得呢也是可以選 但我們先不要選這兩個 我們先選相同的道具啦 我們現在已經選了蛋糕還有蛋跟這個生戒指用的愛心 接著呢 升級寵物的經驗也是非常非常的缺 那可以把這個100以上都選起來 OK 那我們剩下最後三個選擇了 第一個 決心捲軸 第二個 其實可以來選一下這個進階藥水啊 那主要是要防說未來會不會非常的缺啦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也沒這麼缺 也可以先不選 這個看個人 可選可不選 然後五個齒輪 如果對於你要玩這個法師的玩家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齒輪那邊有加到非常非常多的技傷喔 OK 那 至於說 剩下還有什麼東西要選呢 可能有一些 寵物已經用的差不多的玩家呢 這一個蛋糕 其實可以不用選啦 就看你個人 寵物的發育的情況怎麼樣 那接下來呢 還有可以選的東西 CP值高的 我們這邊來點名一下 例如說像是這個 我們的 覺醒捲軸10張 也還是蠻不錯的 然後有一些人還沒有上到 28燈 有人問說 要不要去買金幣 那個金幣 不過就給個 十萬 十萬就是一百K 一百K的話 哈哈哈哈 靠好像 好像 好像 有跟沒有差不多 所以呢 好像 我是不太推薦了 那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選進階藥水嘛 進階藥水是可以選的 然後還有 覺醒捲軸10張 也是可以的哦 其实十张也是蛮香的 至少呢 是价值差不多一万八千赚的 那齿轮也是可以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今天你是法师玩家 甚至齿轮 可能会来得更加的重要 这边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OK 那以上呢 就是阿贝这一次的选法 来给大家呢 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你本身 结婚戒指等级就已经很高 你就不要去选这些 五十个八十个 那就对你来说呢 这个数量啊 其实就有点饥肋 所以整体 要选什么样的道具呢 最主要还是要看说 你的这个机体的发展的情况 基本上 这样子选 我觉得算是一个 完美的一个选择吧 我再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掉了 你们觉得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这个 十张觉醒卷轴放进来 我要把什么东西拿掉呢 我觉得这个宠物经验 非常的缺 缺烂 所以感觉要选 先把进阶药水拿掉吗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不是明天了 蓝蛋拿掉 把蓝蛋拿掉 一百经验 一百经验拆两只高等而已 好一百经验拿掉 OK 好 两只高等而已 对啊好像还好耶 对不对 好像还好 蛋糕不行啦 蛋糕可能就是一个五十经验了 好 好 好 此轮不用耶 效益不大 非洲又会失败 是没错啦 是可以不选啦 此轮是可以不选啦 但我觉得可以选一个是OK的 选一个的话呢 这个 5 给5个嘛 给5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多多少少有点用处啦 OK OK 来各位观众还有觉得什么可以来 做一个调整的 他彩色磁条还行 来各位观众们 集思广益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如果你宠物已经有弄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一个蛋糕可以考虑不选 是可以考虑不选 因为这个 好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像这个有些人缺种子嘛 那这个肥料20个 感觉也是挺香的耶 20个一个100 其实好像不怎么香 才2000赚而已 如果一个200 那也才4000赚 这个种子好像没那么香 有些人不知道怎么说他用不 这是肥料喔 靠要肥料那不要啊 我看错我以为是种子 这边我的锅 我背 这是肥料喔 那肥料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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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选肥料 我刚以为是种子 我一直以为是种子啊 那不要选这个 千万不要 那肥料 那肥料超没用 超没用 靠腰 我一直以为 笑死 马干的啦 好啦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嘛 这边看起来还能选的东西也不多了 顶多就是齿轮 然后 对啊也没什么好选的 顶多就是经验 不然就是决心卷轴 或者是一颗金蛋 都可以下去做一个选择啦 但我觉得一颗金蛋有价值到一万多赚吗 应该没有吧 所以甚至我们这个五张卷轴也可以选起来 五张卷轴也有价值差不多八千赚耶 八千赚VS一颗金蛋 诶好像金蛋比较贵 哦一颗就值得了 啊对齁 好像金蛋感觉会比较贵喔 OK 好啦以上就 就这些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大家呢也可以依照着自己的这个 机体 缺什么呢 来去做一个 替换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 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到下方的留言板提问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贝 我们下集再见 拜